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德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呢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讲 罗沙卢森堡的思想 我们知道啊 就是说这个第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一般的来说德国 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啊 马克思恒格是故乡 那么也是当时啊 整个欧洲功能运动的 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 功能运动发展的一个 最主要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地域 那么在这个在这儿呢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 对白恩斯坦的这样一个批判和斗争啊 也对整个欧洲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很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里面呢 德国最著名的这样一个思想家 一个是罗沙卢森堡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梅林 还有呢就是这个考词西 当然也有其他的革命者啊 但是在理论上最具有创建的呢 是罗沙卢森堡 所以我们这个这一节呢 主要是讲罗沙卢森堡 那么在罗沙卢森堡的事实上讲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一下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他的这个原著的这样一个笔读啊 一个是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积累论 这是他的这个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著作 最重要的著作 那么第二个呢是卢森堡文选 卢森堡文选是我们中央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的 现在呢马上要出新版了 马上要出新版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为里面呢 关于对白恩斯坦的批判 还有这个对一些 他的一些政治哲学啊 对马克思的这个辩证法的一些这个观点 都在这个文学里面 都在文学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看看 那么思考题 我们看一看就是这个部分啊 我们要学的主要是什么 哪些问题啊 一个什么是白恩斯坦的问题 就是整个的 包括这个 这个我们说第二国际 特别是 特别是这个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罗莎卢森堡 他的这个思想的特点呢 和这个白恩斯坦的批判呢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就是他们是在这个论战当中 形成自己的问题的 所以那么你要了解 这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你就要了解 什么是白恩斯坦的问题 白恩斯坦提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个我们是 我们现在一般的 就是说了解的 只要讲到这个 哪一个思想家 对这个思想家的 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你就很难的 对一个思想家本身的 这个书本的研究 而不看他的这个对手 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很难的理解 他的这个理论啊 为什么会呈现出 这样一种形态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 在整个的对这个 白恩斯坦的斗争当中呢 罗沙卢森堡呢 可以说是 他的理论性最强的 是最富有创造性的 也是最具有批判性的 所以呢 而且他的很多理论问题 直接的是回答 白恩斯坦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要首先呢 要了解什么是 白恩斯坦的问题 他提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从白恩斯坦的问题当中呢 我们就要了解 就是说白恩斯坦问题 为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提出了哪些问题 决定了德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的哪些特点 就是他到底 为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提出了哪些问题 决定了德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哪些特点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 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问题的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 会讲的 所以大家听课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罗沙卢森堡的这个历史辩证法 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同合意 就是说作为这个罗沙卢森堡 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继承人呢 他和马克思辩证法有相当深刻的一致性 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特别是这个罗沙卢森堡啊 提出了对马克思的很多理论的修正 所以他的一个修正呢 引起了很大的这个 也带来了对他的一个批评 对他的这个批评 包括他和这个列宁的这样一个论战 这样一个论战 所以到这儿他在一个世纪 整个二十世纪啊 很多起伏上就有很多变化 基本上特别是从三十年代 就是斯拉林就是说 对这个罗沙卢森堡的批判以后 罗沙卢森堡可以说在当时是声名狼藉啊 谁都认为啊 他是一个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 或者说罗沙卢森堡一生都在犯错误 一生都在犯错误 后来呢实际上直到了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人们才重新兴起对这个罗沙卢森堡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起因为 起因是两个 一个是苏联的这样一个解体 苏联和东欧的解体 当时这个罗沙卢森堡啊 在这个社会主义民主上呢 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一个也就是说 整个在二十世纪啊 成为一个名言的观点 他说所谓民主 就是持不同政见人之间的争论 就是而不是说 这个民主是一个领导人 在上面讲话 下面和他观点相同的人 在那儿鼓掌 他说这不是民主 这是闹句 他说这个 他说如果这样理解民主的话 他会导致整个苏维埃的 这样一个崩溃 就是说会使他 导致他的危机和崩溃 那么这样一个论断呢 在当时别人就觉得 那个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论断呢 就是说是一个 和这个当时的这个苏维埃的这样一个整个民主这个模式呢 是不同的 所以呢 就对这个卢森堡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批评 做了一个很多的批评 后来呢 那个罗沙卢森堡呢 就是 这是一个批评 所以这个列宁呢 和这个 包括后来斯大林 对罗沙卢森堡都持一个否定态度 那么到了这个苏终解体以后 那么人们呢 就重新反思罗沙卢森堡的这个社会主义民主观 就认为他里面呢 有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呢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值得我们思考的 所以这样呢 就反思啊 他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 使罗沙卢森堡的这个政治哲学啊 呃 兴起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十九四 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就是说这个 由于这个社会的 整个世界历史 收东这个巨变以后 这个整个社会历史发生的 这个世界历史发生的一个 这个格局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样一个变化呢 导致了什么 这个西方国家借助这个互联网 借助互联网啊 再一次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所以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啊 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啊 再一次占助了主导地位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的 使能回说这个 卢森堡是什么呢 就说卢森堡当时和列宁的 这个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 一个论战当中啊 卢森堡就提出来 就说 整个世界历史啊 它有 它是一个 什么叫世界历史 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个资本主义体系的 这样一个建构过程 建构过程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资本主义体系 在世界体系当中 它不完结的话 你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 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你这个局部的革命 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历史趋势 这是它对于这个世界历史 发展必然性的一个说明 列宁呢 就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就认为了 这个东方国家 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来这个改变这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格局 所以呢 就强调世界历史发展当中的 这样一个偶然性 这样一个偶然性 那么这样一个 当时呢 就是由于这个 所以列宁说 这个罗沙鲁森堡在资本积累上 也犯了错误 然后在民主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就是说它都犯了错误 然后呢 就提出这个问题来 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 当时的人们也都认为 罗沙鲁森堡的观点呢 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它对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 这个股价是错误的 但是到了70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当人们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历史的格局变化 资本主义再度在整个世界历史体系当中 占据了优势主导地位的时候 就说开始了重新建构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 罗沙鲁森堡的思想呢 是一个更有预见性的思想 更有预见性的思想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争认 所以这个罗沙鲁森堡 包括对马克思的 这个资本积累理论的 这样一个修正 我们要讲的 由于他的这样一个修正 所得出来的很多结论 和这个东方的这样一个国家 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同时呢 也对当时的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也有很大的这样一个 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不同 所以他曾经呢 就是得到了很多的批评 直到这个80年代到90年代 罗沙鲁森堡的思想呢 才在世界上重新得到评价和研究 我在这个04年的时候 到这个意大利去开了一个 罗沙鲁森堡的会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 就是他们就说 就是那个主持者就提出来 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不要对老师说 鲁森堡犯了什么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而是应该思考 他给我们这个思考 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哪些 有价值的思想 有价值思想 而不是一味的批评他 就是提出来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是对卢沙鲁森堡思想的 一个重新评价 重新评价 所以这个呢 这个这是第二个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就要看到他和马克思 辩证法的这样一个议统 一方面的在理论上 他和马克思有很大的区别 他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理论 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在方法论上呢 他们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我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发展呢 他就是这样的 当把这个马克思 崇拜任何权威 如果是这个 你崇拜马克思 那就走向了教条 但是你对马克思也不崇拜的时候 你的辩证法就彻底了 所以当你一彻底的时候 你发展出新的理论的时候 你马克思就发展了 所以当你方法上是一致的时候 你在理论上必然超过他 当你在理论上跟他是一致的时候 那么你在方法上呢 又是违背他的 就是肯定是发生冲突的 所以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到一个很有规律性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方法的 和理论上面的 这样一个同意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要理解 马克思的辩证法 和这个整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是值得思考的 那么罗沙卢森堡的 这个历史辩证法 和马克思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议统呢 我觉得是一个 值得我们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联系他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总体性和 卢卡齐的总体性范畴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这个罗沙卢森堡啊 他对这个 西方马克思主义 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就是他提出的这个 总体性辩证法思想 对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 思想家可以说 对他主要是早期的思想家 包括这个科尔斯和葛兰西 他们对卢森堡啊 都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啊 就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呢 他们对卢森堡的这样一个方法 对他的这样一个 哲学的历史辩证法 是持肯定态度的 持肯定态度 而且是直接从这个哲学传统里面来的 这个科尔斯啊 可能你们不再注意啊 就是他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下面 在这个下面呢 有一个注石 你们可以看一看那个注石 他在这个注石里面 他就讲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 因为他是批判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嘛 他就说 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不能理解 我们从梅林到卢森堡的传统 这一条线里面是怎么走出来 对这样一个传统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 不可能理解的 他这个话讲了什么呢 实际上讲了 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 是两种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两个不同的传统里面走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从梅林和卢森堡里面来的 就是说他是从这个梅林和卢森堡这样继承来的 所以卢森堡呢 如果我们从狭义的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十九世纪的 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以这个 葛兰西 这个卢卡奇和科尔斯为主要代表的这样一个人物 但是如果从广义上来看 从广义上来看 也就从这个传统的产生和形成来看 他是从罗沙卢森堡开始的 就从梅林和罗沙卢森堡开始的 所以在广义上呢 罗沙卢森堡他的方法 他的思想 可以说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直接的思想资源 直接的资源 这是 这是从他的这个思想资源来说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 罗沙卢森堡和这个西方马克思和罗沙卢森堡呢 他又是不同的 因为罗沙卢森堡我们讲呢 他要回解答法恩斯坦的问题 所以他要分析这个整个世界经济 特别是帝国主义现象的一个 经济现象的分析 要对这个世界历史的必然性 做出一个认证来 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在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呢 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 这个时候呢 刚好是这个十月革命的胜利 影响了这个西方国家 西欧国家的革命 而西欧国家的革命呢 又失败了 所以他们思考的是什么呢 是革命的问题 是革命的问题 是阶级意识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思考当中呢 他们强调也就是说 19 20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 一直到这个50年代的这个整个上半叶 都整个这个世界历史啊 处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代呢 他和这个19世纪下半叶 处在一个相对和平时期啊 他是不同的 他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他们主要思考这个革命和战争的问题 战争和革命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呢 他又不同意这个罗沙卢森堡的很多观点 就认为罗沙卢森堡啊 他的一些观点呢 讲的是一个和相对 资本主义相对和平时期的这样一个思想 对经济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他们在这个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政治态度上呢 是持批判态度的 而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呢 是持肯定态度的 所以就产生了他们思想之间的这样一个意统 那么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说 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啊 讲的是哲学史 就要有一个历史感 就要有一个历史感 所以我们在 而罗沙卢森堡呢 在整个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哲学当中呢 它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就是包括现在啊 你比方说现在的这个后马克思主义 就说他们也去要返回到卢森堡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当代这个 民主的这样一个建设 民主模式的建设 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整个世界历史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那么能不能就要 就要思考 在这样一个时期 我们的民主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是在一个社会 整个的就是在思考这个民主模式的时候 能不能同样返回到罗沙卢森堡 去思考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包括现在整个很多这个后马克思主义啊 都去思考这个罗沙卢森堡 罗沙卢森堡就成了一个一个环节 就成了不仅是在 不仅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关节点 而且也是21世纪 我们这个新的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点 就是一个 它一个很奇特的这样一个地位啊 所以我们在了解它的思想的时候 说我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讲 作为一个重点来讲 同时呢 也要把它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放到一个历史里面去讲 历史里面去讲 所以我们出了一个两个题呢 一个是罗沙卢森堡的历史辩论法 和马克思辩论法的关系 就是他和此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那么罗沙卢森堡的总体性范图 和罗卡齐的总体性范图之间呢 是他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就是和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罗卡齐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面呢 对这个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些评论啊 一些评论 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啊 这个也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蛮值得我们思考的提出来 很多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就是罗沙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的 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可以说这个罗沙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 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啊 创始人之一 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呢 和其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呢 他是有区别的啊 区别的 里面包括对于这个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模式的这样一个批判 所以我们呢 也是他的一个整个理论创造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这样一个内容 第五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啊 就是罗沙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以及如何看待罗沙卢森堡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这个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呢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就是列宁和罗沙卢森堡啊 他们的真正的实际上反映了 对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一种思考 一种思考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思考题啊 你听课的时候呢 也就是着重听这几个问题 听这几个问题 如果说前面你们看 第二个前面是白恩斯坦问题 就是决定了整个德国马术主义特点 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呢是罗沙卢森堡的哲学观点 哲学观点 第四个呢是他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五个呢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那么我们呢就按这三个观点讲 其实前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什么 分为这个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 所以我们讲呢今天 我们这一次讲这个罗沙卢森堡 今天讲呢也是分这四个部分讲 一个是讲白恩斯坦问题 第二个呢就讲他的这个历史辩证法思想 那么第三个呢讲他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四个讲他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这是我们要讲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说这个白恩斯坦问题及其批判 白恩斯坦问题及其批判 嗯 我们说这个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节了 就是罗沙卢森堡和这个 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传统 呃讲这个白恩斯坦问题及其批判呢 我们说这个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呢 他和这个整个德国马克思主义者 于这个白恩斯坦的这样一个论战呢 他是联系在一起的 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白恩斯坦问题 那么这个白恩斯坦呢 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家和理论家 宣传家和理论家 他早年呢 因为提出来修正马克思的原则 而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这个政治立场上呢 他是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 所谓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呢就是反对革命啊 反对革命 呃 罗沙罗生堡呢 他们属于左派呢是坚持革命的 是坚决支持革命的 呃 呃 然后呢还有这个中派考词基 中派是考词基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他是左派 呃 他是右派呀 主要是从他的呃 政治观点上讲的 政治政治立场上讲的 而我们讲的这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呢 最主要的著作呢 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 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 第二个呢是社会主义问题 第三个呢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那么在这样一些著作当中 白恩斯坦提出了哪些问题 提出了哪些问题 就说面对这个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新变化 白恩斯坦就认为 他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资本积累理论 无产阶级革命和政党理论 都已经过时了 必须进行修正 呃 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啊 他说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 邮政电报 客运 货运等交通通讯的完善化 商业统系和情报机构的改进 工业加组织的扩展 工业加组织扩展 就是当时这个整个 进行了这个企业家的这样一个联合 各个企业组织的联合 各个企业组织就是同行业的企业组织的联合 它起什么作用呢 减少了同行之间的竞争 减少了 因为它那个经济危机啊 它很多就是同行竞争造成的 那么你这个建立企业家的这个联合组织以后 特别是同行业的这样一个联合以后 它就减少了同行业内的这样一个竞争 减少了同行业内的竞争 它说所有的这一些呢 实际上啊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机能 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新的这样一个机能 那么这个机能的出现呢 使资本主义啊能够克服自身的危机 能够克服自身的危机 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呢 逐渐的生长出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因素 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所以呢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它说资本主义啊将不再发生危机 资本主义啊将不再发生危机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 革命的原则都已经不实用了 都已经不实用了 就说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会和社会改良的方式 实现社会主义 通过工会和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那么这一个呢实际上 这个白恩斯坦的这样一个观点呢 它就在理论上直接挑战了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 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 要求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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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